嘿大家好 我是性感的小超纯贝贝 巨型蜘蛛进化成帝王蟹 在海上疯狂攻击人类 今天大家看一部 身为的国产灾难片 陆海狂猪 这种说不清是蜘蛛还是螃蟹的东西 到底有多好吃 不 是多恐怖 男主冬瓜是个少把戏 只要和他接触过的人 都没有好沙场 他是个救生员 在一场救援活动中 因为不停堆怎么指挥 开着队岗里 就他被砸到海里 然后被一只巨型螃蟹 活活拉到海底 他害死队长也就算了 老婆也因为正式救援 他难缠死了 连个决战打击 让他五年没缓过来 和个费人一样 成天赤和表赌 但是女儿也五岁了 为了给女儿好的生活条件 他绝对振作起来 谁船长岳父出海 虽然岳父也十分讨厌东瓜 但好歹是自己女婿呀 还有自己的外孙女 最后还是同意了他出海了 在船上 同学的船员都非常讨厌东瓜 因为东瓜就是个扫把心 之前同时救援队的面积 各是他恨之入骨 船上看似风贫落尖 他个个心怀鬼胎 副船长勾结其他船员 瞒着船长要该发违法交易 这天晚上船来好消息 有鱼琴被捞上来了 本以为是个大昏蟲 船员们笑得合不拢嘴 谁知捞上来的东西 让他们惊呆了 直接一条鱼 好像被什么东西扔了上来 船长用手机桶一照 哇操 竟然是个大螃蟹 这不是螃蟹 这明明是一只大蜘蛛 蜘蛛从鱼窗直接冲了出来 拎走一个船员 其他船员这状赶紧拖出伙伴 伙伴是被救回来的 可他的脚却受了重伤 另一边 面积在船上找东西 突然从上面掉下一堆黏乎乎的东西 本以为没什么 可转捏一想不对劲 一台都才发现是一只大蜘蛛 这只大蜘蛛就算一个帝王蜴 因为它的壳非常坚硬 还有钳子 这是帝王蜴和蜘蛛的结合体呀 在男主动画用力敲击下 怪物跑开了 穿上一枪扔鸡 它不于三十年来 从没遇到这种情况 刚刚被大蜘蛛伤到脚的船员 好像被感染了 接下来浑身抽出 口吐呸血 小声话又说不出来 一阵抽出之后 直接没了呼吸 卧槽 这个怪物够厉害呀 人被伤到就只能等死了 面积非常害怕 因为它也被蜘蛛弄伤了 为了消毒 它把烧火的刀片按在胳膊上 疼痛到满头大海 这是个狠人 第二天 船员们在海上 打捞上一个云南的妹子 这个妹子长得水 船上这些光光汉看得是两眼冒惊心 都想占妹子便宜 此时 少马星东蛙又要英雄救美了 为了保护妹子 多次和船员大打出手 晚上 一个船员想出来吊尿 根本没发现 船下有一只蜘蛛怪 还没尿完 就被蜘蛛扑倒了 船员们出来 接伙伴被蜘蛛网挖在桅杆上 他们惊呆了 手足无措 大喊救命 船上已经不安全了 呆尿的副船长决定夺取控制权 他先把冬瓜和面筋困在船底 即使船漏水了 也不打开门 没一会儿 两人就要被淹没了 他们必须打开船舱 才能自救 面筋虽然很浓卦 但是自己已经被感染 为了救冬瓜出去 他让冬瓜牵上的肩膀上 用力敲开了船舱 不得不说 冬瓜就是个倒霉蛋 跟谁在一起 都没有好结果 副船长为了夺取船上的控制权 不仅捅上了船长 还杀了几个好兄弟 船上越来越危险了 一只更大的蜘蛛上了船 将船员们一个个残忍杀死 经营的外壳用斧着砍 都没用 话说这么一大怪物 他身体到底有没有泄黄 妹子发现 这些怪物听觉十分厘米 只要他们不说话 就不会被发现 果然这个招很有用 怪物发现没声音 就直接溜了 而船长因为受了伤 想要咳嗽 受咕噜的船员 还把咳嗽声引来怪物 差点无死船长 人性在那一刻暴露无遗 这个蜘蛛竟然有大茄子 船长被吓得瑟瑟发抖 为了干掉大蜘蛛 船员们同处敌开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让冬瓜去勾引怪物 然后把怪物 引到他们做好的陷阱 直接烧掉 这个计划很不错 不愿怪物会被烧死 谁的这个狗东西 竟然冲破鱼舱奔了出来 冬瓜用铁皮扛住怪物的攻击 船长为了外叔女儿 接了冬瓜的活 眼看扛不住了 副船长这个王八蛋 竟然良心发现 在连死前打算做一回好人 他和船长一起将怪物 顶到海底 但是接下来的我就看不懂了 最后两人竟然一起跳下海 谁能给我解释下 为什么要跳 最后冬瓜也跳了下去 搞笑的一幕发生了 那他起来时 已经到第二天白天 难道他在水里待了一夜吗 这几处情急 看得我是真的懵了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男主冬瓜继承了岳父的破船 开始了补游生活 这部一首电影是真不错 怪物的形象着实吓人一跳 特效挺不错 赤裂的效果也展现出来了 就是男主太平庸 整拼下来像个窝囊废 编军能不能把他写霸气一点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完了 赶紧点赞评论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